王老师给你上菜了吗 来吧 小马铁锅炖 很厉害 香香辣辣 快来马士饼店买乱炖吧 来马士饼店买乱炖吧 来吧 我们吃吧 哈喽哈喽 好吃 感觉好有生姜味真的 是啊 哦 你那个crumble 好吃好柴 肚子非常烂 好吃的 好吃的 大家在沙漠里面 进行这样的一个 主题性的露营的过程 是不是觉得非常开心啊 是的 很开心 既然这么开心 那铁哥来给我们讲几句 我们这个露营的主题叫阿凡提嘛 对 阿凡提其实是我们心里一个 对于维吾尔族的比较传统的一个印象 对 然后里面就是阿凡提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危险啊 然后坎坷啊 都用他的智慧去很机智的化解了 化解了 我觉得算是早时候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回忆吧 对 对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鼓声 我们去看看吧 好 我们去看看吧 去看一下吧 走吧 走走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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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穿越一千年之前的那种感觉 超有感觉啊 我们在沙漠里看这种 我们往这边了 一起跳舞啊 嗯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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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听 好棒 你好 追星团 你好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沙漠 刚才你们有一瞬间 真的感觉把我们所有人 都拉回了千百年前 我们也很荣幸为你们献一首 咱们很热爱的姆卡姆片段 也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刚刚探场的是 联合国列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 遗传沙漠穆卡姆片段 这位是我们自知区迹非物质文化遗传承人 沙烏提大叔 沙烏提大叔 好 好 那平常通常我们会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会做沙漠穆卡姆的表演 主要咱们过街的时候 然后咱们这个未娃人 也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 也非常热爱音乐的人 就是有时没事大家就一块 就是点个供货就围在一块儿弹唱 真好 就是他们非常习以为常那些 在他们看来一些生活小乐趣 是我们平时非常向往和趋之若鹜的一个感觉 对 我们共同拥有的东西对吧 这就是咱们十二姆卡姆的 一个姆卡姆里面的小小的一片段 对对 一部十二姆卡姆从头到尾 演艺边需要二四小时 二十四个小时 二十四个小时 一片一片 那可以换人吗 乐手可以换人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就是不吃不喝不休息 一直在二十四小时才用它 就这样 演奏的精神还是很坚韧的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二十小时不是很难的 真的 好的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各自去看看 好 大家有一些朋友难得碰到的 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聊聊 沙漠漫步一下 伴着这么好听的歌声 对 好谢谢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老师们 谢谢 真的就是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 就感觉把我们拉坏了千百年前 然后每一个人都这么热情 然后在大沙漠 我的妈 太美了 我愿意跟他们这样待一晚上 是不是 是的 我觉得那个地方好酷啊 你们觉得呢 去那个地方 可以啊 感觉是最高的地方 对啊最高的地方 肯定离星星最近 哎呀慢点 年轻人就是要去最高的地方 可以躺着 哇好舒服啊 我们也是一起躺过沙漠的人 一起躺过沙漠的人 对 这就是缘分吧 其实我们三个可能生命当中都会 有或多或少的交集 我和俊成是初中同学 初中同学 然后我跟思诚可能学校在一块 对 然后 现在今天他要相遇了 对 九州之前 我们俩也没有接触过 你俩不是一个班 我们虽然在一个年级 但是不在一个 不在一个班里面 一个班里 但是我听过他的名字 当时在我们学校的时候名气很大 就是很多那种女生都特别喜欢他 哦别别别 笑草是吗 对笑草 笑草是 我不是 要不我走吧 要不我留你两个 笑草是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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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我觉得小董 你应该会更辛苦一些 因为你在那么严酷的练习环境下 而且你又在他乡 当时初一的时候刚去北五 自己一个小屁孩 然后去训练很辛苦 对 就是经常会晚上睡觉哭着 然后想妈妈 然后周末会发手机 然后才会啊 第一时间就给妈妈打了 然后我发手机了什么的 对 然后这周发生了什么 你这么感觉只有我在军训的时候 对